這個立體的練習 那個公式的話我就不講了 這個應該其實不難 就是 因為他是講的是那個 xy 立體的空間 對不對 立體的坐標 那麼第一個他求那個長度的話呢 一樣是利用兩點的距離公式 只是差異在於哪邊 差異在於你要加到 z 而已 這個我講應該不難 所以你看你自己把它寫下來 距離公式啊 終點啊 跟分點啊 跟平面坐標 都跟平面坐標完全一樣 就是比如說終點怎麼算 買進去的終點 以前講終點的時候 如果你忘記的話 小學m 國中的時候 我告訴你如果這裡 1 這裡 7 請問你終點多張 是不是相加除以 2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只是不一樣在於 你要把 3 個 xy z 怎樣 相加除以 2 距離的話呢 也是一樣就直接的 兩個相解平方 x 跟 xy 跟 yz 跟 z 而已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例題 他說有個坐標 a 點-3 2-4 那請問你 他到 y 軸的距離是多少 好 你必須要畫個簡讀啦 好 我們講這個地方是 xy z OK 好 首先第一個 -3 2-4在哪裡 -3 2-4 -3的話是 x 的部分有沒有 現在畫過這邊 -3這邊 對不對 然後 2 的話呢 是 y 軸 往這邊走負 2 往這邊走 2 因為這是正的部分 -4的話呢 是 z 的部分 往下走 走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點呢 大概就是我要的 就是 a 點 這樣看懂嗎 會啦 如果你不懂的話 來我把書式寫給你看 指的就是這邊 負 3 呢 指的是原點 往 x 軸的地方 走了負 3 格 然後呢 2的話是 y 的部分 我這邊走 2 格 負 4 是往下走 走了 4 格 好 第一個題目說 我到 y 軸的距離 請問你 我到 y 軸的距離 請問你 我到 y 軸的距離 應該從這個點 到這個點 這個地方吧 對不對 好 那請問你怎麼算 很明顯這個地方是 4 然後這張垂直的地方呢 是不是應該是 3 所以這裡 3 這裡 4 這個距離就是 這個斜線的部分 就是你的什麼 這個斜邊就是你的什麼 距離對不對 所以它應該是 3 比 4 比 1 5 所以距離是 5 會啦 好 然後第二個 它到 xy 平面 哪裡是 xy 平面 知道嗎 這裡是 x 這裡是 y 所以這一整個平面 都是到 xy 平面 所以指的是哪部分 反而指的是 就是 z 的部分 那個坐標 就是你的距離 所以答案就是寫 4 會啦 然後再來 第三個 它說如果我投影到 yz 平面上面 哪裡是 yz 這裡是 y 這個是 z 所以它說我投影到這個地方來 投影到這個平面上面來 那帶著什麼東西就不見 代表 x 的部分會不見 變成 0 0 所以答案就是 0 2 -4 好 那投影到 y 軸上面的話 投影到 y 軸上面很明顯的 就是我的 xz 拿掉 直接下 y 所以答案就是 0 2 -0 會啦齁 再來 它說那對於 xy 平面的對稱點 來 x 的這邊 對稱點什麼意思 答案是我要翻上去嘛 對不對 那誰翻上去 你看喔 我一般這邊 我往上翻 到這個地方來 有沒有 所以很明顯的 哪裡哪裡不一樣 所以自己的部分不一樣就好 那現在這裡是負 4 對稱點的就變 4 所以答案就是 多少 -3 2 4 會啦齁 好 最後一個 那麼它說我跟它的距離多少 這個就很簡單 代公式就好了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寫了 答案裡等 根號 -3 減掉 負 1 就變成了 負 2 變成 2 的平方 加上 2 減 0 也是 2 2 的平方 加上負 4 減 1 變成負 5 變成 5 的平方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就等 根號 25 加 4 加 4 對不對 25 加 8 就變成了 33 所以那種根號 33 OK 好 這個你把它寫上去 雖然它很簡單 但是那個很多題目啊 就是要利用這種基本的小觀念 去把它做計算的